我已经在世上活了整整26年 但我的孩子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老公已经27岁了 他需要孩子的陪伴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迎接孩子的到来 这是26岁患癌女博士 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做出的最终抉择 她放弃最佳治疗时期 只为生下孩子 最终女博士顺利生下儿子 却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 就有相关消息传出 称她的丈夫已经有了新欢 甚至还将孩子过寄给他人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故事的主人公名为张力军 来自上海 不仅长相漂亮气质出众 而且从小到大都是学霸 工作期间 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韩诗俊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模范情侣 结婚刚一年 张力军就顺利怀孕 然而就在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中时 一张医院的检查报告 却顿时让他们闪了眼 张力军患有一线癌 且已经到了晚期 得知噩耗 韩诗俊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 妻子才26岁 怎么会得癌症 而且还是晚期 医生告诉张力军的家人 因为已经到了晚期 只能通过化疗的方式 来延长病人的生命 但如果选择这种方式 腹中已经五个月大的胎儿 就无法存活了 面对两难 韩诗俊痛苦不已 她会做出什么选择 是要孩子还是要命 26岁女博士舍命生子 她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最终韩诗俊决定 让张力军接受化疗 放弃孩子 得知丈夫的决定后 张力军表示强力反对 她坚持要生下孩子 即使她会因此丧命 就算我的生命就此终结 但还有孩子陪着家人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而且老公现在才27岁 不可能一辈子孤苦伶仃 等她老了会更需要孩子的陪伴 没办法 双方家人也只好接受当事人的决定 经过全面检查 医生告诉他们 如果病人不接受外科治疗的话 孩子是可以顺利生下来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 张力军整日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好在丈夫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让她熬了过去 张力军不知道的是 韩诗俊一直都在崩溃的边缘 每当看着新房里贴着的喜字 她都会默默流泪 但回到病房后 她又不得不装出积极乐观的模样 成为妻子坚强的后盾 怀孕七个月后 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医生只好提前进行手术 只有两斤多的婴儿 一出生便被送进了保温箱 而拼命产子的张力军 生命也进入了倒计室 生产一周后 张力军接受了全面检查 这次她决定进行化疗 因为她希望能亲耳听到 孩子叫自己一声妈妈 她的愿望能实现吗 26岁女博士舍命生子 去世仅一年后 丈夫便另寻新欢 在接受治疗两个月后 张力军终于见到了儿子 她既兴奋又担忧 因为担心孩子以后 对自己的印象越来越淡 她决定拍摄18个视频 来记录自己对孩子的生日祝福 为了看起来精神一些 张力军戴上头套 穿上鲜艳的红色衣服 面带笑容地拍完了 1-18岁的生日祝福视频 站在一旁的韩石俊心中五味杂陈 但也只好强忍着泪水 尽可能面带笑容地面对妻子 为了让张力军战胜病魔 韩石俊也跟着剃光头奉 她卖掉房子 带着妻子边治病边周游世界 情人节的时候 她还带着张力军来到一家法国餐厅 来庆祝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庆祝五周年十周年 日子还长着呢 见丈夫满脸期待地望着自己 张力军顿时觉得 自己虽然命不久矣 但此时的她已经是最幸福的妻子 令人遗憾的是 最终张力军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后韩石俊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 但她没有像网传的那样 将孩子过节给他人 因为那是张力军留给她的最宝贵的财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于张力军舍命生子这件事 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会